比起這餐廳旁邊的肥料桌子 這就是當著四肥的肥料 也是讓到來自鄰航工廠 跟我伯爺跟家當頂四里 以及高興鄉村新村的記憶 這幾天是炒到吃不下 睡不著去的鄉手樓 一台在反映說 晚上有餓臭啦 中島吃飯也沒吃 晚上吃飯也沒吃 因為這三天 大家努力在找的 總共是在這裡找的 我們所謂的餓臭來源 餓臭來源就是我們後面這裡 就是我們台藤 在這個地方來做這個四肥的工作 這困了大家很多天的糟糕 是台藤農地圓料的財政 尤其米所進行四肥用的肥料 沒想到這款的肥料 所以因為貨水加上溫度館變甲晶草 也讓人是在那裡賺不了 不過現在找出原因 所以是無法學習慣 歡迎官議員王有明表示 這是要叫大家安裝生活 要求他們近來把我們改割 我們管府的環保共 也都找不到一個方法 經濟他們的方法是說 因為這是農民優寄死肥 所以沒有違法 我覺得說不對 以前這片土地 對啦 感覺到我們八成 感覺不爽快 還是覺得很噁心 這款的應該議題發明 要來處理 處理才是對的 不管是立場 也還是民意代表 這幾天都不斷接到大家的燈燈電話 也希望官近來改善草味的進行 雖然附近的幾面 有人買空氣、濾震器來用 但是效果並不好 就像這幾面 八成的 這個生活的困擾 平衡平靜 非常困擾 晚上睡就沒辦法睡 跟我們吃一個飯就炒五公了 所以說我希望有關單位 趕快來想一個辦法 看能夠開除這個草 已經炒到要七星期了 對吧 那個空氣就不是這樣 不是說我拜託 拜託就能夠改善事 希望相關單位趕快來處理 在這裡嚴格來要求 土地使用人、陳豬仁 已經能夠拿出最好的改善方法 這個燈燈的草味 是幾天都能夠批到 官府也接到燈燈樓 已經要求台藤公司 要鑑定四部的作業了 記者的郵明委 翁晴 蔡宏報道